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五,9月16号2022年 今天这个市场的话呢,都下来了 这些天呢,也是都在这个盘整 在这一天的时候我就说了 在这一天的时候我就说 估计要在这横两天,然后继续下跌 今天真的又下跌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周线图 这个,这个还没有到位嘛 就是现在又打仗啊,又这个通胀啊 这些消息不断 你说他是不是应该在探这个底呢 他们这个底他是否能够支撑住 继续向下探呢 所以这个图形不好看,你知道 他还是在高位 所以就总体来讲 这个波段没有完成 最起码应该走到这儿,然后再好挑 或者是再走到这儿 因为现在通胀 而且很多的这个 很多这个商品的这个都供服上来 很多的这个怎么说 经济不是看好,OK 很多大佬都在做空做空做空 所以呢 这个情形是这样,周线图是这样 非常难看,对吧 几根大沿线了 这个是最新的一条 是周线啊 这是日线图 另外呢 我发现这只股票 他一直在我的list上 今天主要着重说这个 前天的时候我就看这只股票有异动 他这个拉涨了 在这儿 但是第二天我也没有进 我觉得他要拉涨 但是是否拉高出货还是什么样 今天确实是这样的情形 上边有一定的卖压给卖下来了 然后这个成交量极度放大 极度放大,OK 这一天就是他这个 他这个啊 你这么看 他这个成交量放大 所以我一直在观察 我在这个模拟账号上也 也进了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在这个 这成交量 这也是成交量 这个也是成交量 这个也是成交量 成交量 是这样子,OK 所以这个 是什么情形 还能不能再走 是拉高就出去了 把这些 在这个点的人救出来 然后投命 还是怎么样 我是呢 一块两毛市 我觉得的特别的便宜 你看他一下 他的总市值是这样 那么今天的成交量 你看他的流通股份 流通市值 然后他的成交量一般在这个水平上 一般在这个 那今天的成交量多少了 你看超过了多少倍 所以今天有量进来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这只股票呢 因为他经常是有这种出尖的情况 这样子 上去又下来 上去又下来 然后他曾经走得过38块 OK 现在是一块多 到过九块 这只股票 在 新冠病毒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上下 上下 他的 特别的活跃 所以他就在我的 就是说 这种股票 有机会 在底部 抄进去 然后等着 如果他能超过38倍 就特别棒 这个我观察了 有一年多了 OK 2006年我就开始观察他 而且我的买的仓位 我原来没买他 但是我最近 在上一次 我就是在这个加位进的 1块7毛多 不断的加仓 我在 模拟账户上 好嘞 今天就介绍这只股票 下期再见 Bye